可是后来你发现 原来你花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以上 那么再过来就是 我会为了上网而宁愿冒 重要的人际关系工作 这些机会的损失的危险 这个看起来这一点 已经算是比较重度的使用者了 因为代表他已经透过 因为网络影响到你生活 各项层面了 没错 这里面其实还包括 你的身体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为了要上网 如果你有在工作的话 那请问你 你上网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一定是晚上吧 就7-11 7-11可能还要再往后 那你11点再过后的话 就压缩到你的睡眠时间了 那么你睡眠不足的话 又影响到你的工作 可能你早上起来就没有什么精神 所以这一块是影响到就是你的这个 现实了 已经从虚拟影响到现实了 没错 那么第七个 你有没有隐瞒你这个网络沉迷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可能我问你 你现在在干嘛 你明明在上网 你就跟你的朋友或家人说 没有啊 我现在在看书 可能类似这样子的话就有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就是比方说 因为我们电脑画面很容易切换 所以他可能是在跟人家Facebook 然后可能看老板或者是老师走过去 他又换到 马上假装在做报告 对对对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交上电脑的课 我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但是他们就会隐瞒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么再来就是 你有没有用上网作为你一个逃避问题的一个 一种一个方式 那像是类似无助感 罪恶感或者是沮丧焦虑之类的 这大概就是说可能我在现实生活当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 可是我在现实没有去把它抒发掉 反而我跟网友比如说分享说 我今天发生什么这样的事情了 我就会很难过 那大家就会来安慰你这样 可是你的情绪是变成说 是投射在这个网络的 算是人际关系上而不是在现实吗 可以这么解读吗 可以这样解读 好所以刚刚呢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这八样 这八样里面你如果达到五项以上 就是你打勾勾的话这八个 你如果这个一个一个打勾起来 超过五个以上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会被列为是这个网络成瘾的这个 是 八项有五项啦 所以请老师在简单的帮大家重复一下 就是说一到八项的再给大家完整的来听一下 就是说这个八样到底有哪些状况 重点就是你就是会让网络的部分 持续在你的脑海里面 那么第二项的话就是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那么第三项的话就是 就是你想要去改变但是它还是回来这个问题 那么第四项的话就是当你想要停止或者是某种缘故让你停止的话 会让你的这个心情上面有影响 那第五项的话呢就是你花在网络上的时间比你预期的还要长 那第六的话就是因为上网而让你有这一个工作或者是关系上面的一个影响 那第七项的话就是你会隐瞒你上网的这样的事实 那第八项的话就是你是为了要逃避某一些问题 是 所以以上这八项就是教我们的观众朋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简单 是不是你有网络成瘾问题的评估了 其实我们回归到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来看的话呢 那请问老师的是依你的这个观察 你认为现在我们的网络使用族群可能已经有大概几成的人数 大概已经跟网络成瘾有点关系了 因为我们消息会最近的一起的调查 我们发现是有差不多两成左右 两成 对 那我有再去做一些搜寻 我也是要靠网络做搜寻 我们就像另外一篇文章的话 它是有估在大陆韩国跟台湾差不多是将近三成 三成的这个人是有网络成瘾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就不管是两成或是三成可能有网络成瘾问题的这些朋友 我们再深入点来看他们年龄层可能都是在 年龄层的话会比较轻 比较轻那因为也是因为它的接触点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是差不多网络 网络网络差不多是在1991年开始 是20年前 所以如果往这样推过来的话 那么差不多是现在的小的差不多是20几岁到30几岁 而且尤其是那个教育程度越高的话 它的成瘾的这个几率可能会高 是 如果说我们是这个20到30这个年龄层 那现在的话可能使用网络的年纪开始一接触我们的年龄不断地往下收 其实如果我们就以青少年为例好了 像是这个网络成瘾以这个线上游戏来看 之前就观察到了有哪一些可能消费纠纷 也会因为网络成瘾的这样的现象就是伴随而来呢 比如说是不是这个线上游戏可能这是之前也许比如说买点数 那青少年朋友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会发生了一些比较不必要的困扰 我觉得这个 他成瘾之后所延伸的问题 因为他对于这个东西他很迷 我觉得这个就是着迷的问题 他已经把就我们刚刚讲的成瘾的一个重点就是 他已经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里 所以他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可能就会有一点想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来满足这件事情 想东赏西的造方法 甚至于包括你刚刚可能就像是偷的行为 偷人家的什么天币啊什么的 或者是就去盗用别人的账号 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终归就是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游戏或者是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利益的这个者 是得利者 得利者 然后买了很多的东西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 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尽量的帮助自己稍微的排除这个网络成瘾的现象的话 老师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变成不是只有电脑上面的这个可以上网 当然 所以现在已经我们当然我们政府也一直在推能够快速的这个无线上网之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又延伸另外一个低头组 对 那还好就是我发现我们其实上网的速度还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快 要不然的话上网的人会更多 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好不是只有在家里的哦 好所以原本都是在家里 是 好那现在延伸出来的是可能你会带着走 那你带着走的话可能就变24小时了 你在家里的话你还有一个固定的点 你在那边那你离开那个现场的时候 你就几乎没有办法再上网了嘛 可是现在如果有手机或者是iPad iPhone 平板电脑 这类的东西 让你可以随时随地上网 随时随地去做你想要做的里面的内容的部分 那这个问题就更大 好像我前几天跟我太太去餐厅吃饭 是 那坐在我们旁边就是一对很年轻的情侣哦 我看得出来他们是很 有一点不大一样是因为那个男生拿了一台手机 那从头到尾呢 整个吃饭的时间 他几乎没有放下来 那个手机没有放下来 这个双方没有互动或对话 有唯一的互动就是女的跟他讲说 请你关机 天哪 对就是讲了好几遍 那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有一点尴尬就想说不要看过去 因为怕会那个情绪是 情绪会被影响了 对对对对 那个怕那个被燒烧的红台味 对 所以后来那个感觉是那个女生好像是要跟那个男的宣誓 就是说你是要手机还是要我 那种已经到了那种 听起来已经是那种那种味道 那我们现在想说 不过后来那个男生选择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 只是我知道是他手机 到甚至离开那个店都还没有关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从刚刚讲的那个家里的那个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家长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小孩的电脑 把它搬到是一个公共空间 看得到 看得到的 对 当然他们会很不愿意 我自己家也是这样 我的小孩已经也是可以上网的年名了 那他们都很喜欢在自己的那个 小小的空间里面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通常都是不是我们愿意的 所以把它搬离到一个共同的 一个像是客厅这样子的 就是你也看得到 他也看得到 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赫子的作用 是 我们刚刚透过老师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小故事 还有如何就是初步解决 让孩子不要网路成语的一个小撇步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了那么多 有关这个网路成语 重点就是要提醒大家赶快自我评估 如果真的发现有什么样不太对的状况的话 或许对于这个网路的使用适可而止 我们感谢老师的参与 当然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高丛亮起来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我觉得要控制的话可以的话可以从源头开始 那如果说因为我们在讲这些网路的内容里面 最严重的应该就是线上游戏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把那个游戏呢 从你的电脑里面移除 但是我知道很多的这些玩家 他们着迷的程度已经非常的深 那这个可能也要需要别人的帮助 再来协助他把那个游戏把它移除 关心城市进步怎么做最好 一起来轻松谈 每周一晚间九点点亮高雄就这么简单 高雄时事港督话题 理性讨论深度对谈 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 高雄现场与您面对面 没有美食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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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